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小时是兄弟,长大各相礼,这句话或许显得过于阴暗,但对于看惯了人生百态的我们来说,确实是客观的现实,且不论帝王亦或是商骨之家内部的各种算计,就是一般的生斗小民,在成人时候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很难融洽,人一旦长大之后,心思就变得复杂了,人一旦有了金钱和权力之后,对于感情就不那么看重了。 古往今来,兄弟之间相互攻击的势力不在少数,这种事情在帝王之家显得更加明显,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们哪一个人的上位不是充满了背叛和欺骗,位于九五之尊的他们,哪一个没有对自己的兄弟痛下杀手,命学桃源三结义,不学瓦钢易如香,的确是有道理的,姑且不论瓦钢寨内这些原本萍水相逢的人了,就是同气连之朝夕相处的亲生兄弟,往往也难以摆脱手足相残的命运, 公元626年7月2日,秦皇李世民在玄武门附近发动了一次政变,太子李建成和秦皇李元吉相继惨死在李世民的手中,连同他们的亲眷以及党羽都被斩尽杀绝,曹皮当年虽然忌惮曹植,但好歹在听完本是同根生这句诗之后,还是选择了放自己的兄弟一马。 千年以来被人捧上天的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做的是相当不厚道,李世民在历史上以知人善用著称,他的手下也确实有相当多的人才,这些人在他成就大业的时候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李世民在登基之后,对于手下的这些兄弟是不太放心的, 他虽然没有走刘邦兔死狗烹的路线,但帝王兴术的残酷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隋唐时期出名的将领有很多,但一般人能够脱口而出的只有两位,玉池公和秦淑宝,这老哥俩数百年来担任了门神的重要职位,秦琼本是瓦刚寨李密的手下,后来又辗转投靠了王世充,最后才归顺了李渊,李世民父子,成为了唐朝的一员战将,而玉池公在刘武州阵营中 效力之时,便早已有投堂之心,在公元620年兵败后便依附了李世民,秦琼与玉池公是秦王李世民手下的两员大将,唯一高强的他们完全称得起永贯三军这一名号,两类插刀一起千秋的秦淑宝和长歌三杰,雄姬双徽的玉池公二人,不仅为李渊父子夺取天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还同时策划并参与了选我们之变,是李世民阵营中不折不扣的功臣,但即便是如此, 他二人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李世民的疏远和猜忌,最终不得不以装风卖傻的方式多过一劫,这件事还要从玉池公说起,他这个人虽然勇猛强健,但他的性格颇有点像三国时期的关羽,颇为自傲的他在李世民登基之后一直以功臣自居,李世民渐渐的对他便忌惮了起来,尤其是玉池公在一次酒宴之后动手打成王李道宗, 这让李世民对他产生了厌恶之心,李世民虽然是凭借玄武门之变才走上皇位的,但在古代的皇帝中,他对大臣算是比较好的了,大唐著名的刺头魏征,也只有在他的手里才能活下去,换作是别的皇帝可能早就身受益处了,李世民实在是受不了玉池公的骄纵, 于是便召见他进宫,对他做了最后一次警告,李世民说,静德,知道郑今天为什么叫你来吗?玉池公回答说,我不知道,李世民告诉他,我今天想给你讲一下韩信的故事,一听到李世民提起韩信,玉池公立即冷汗淋漓,他明白,李世民想要对自己说什么了,西汉初年的兵仙韩信,虽然为汉高祖刘邦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但最终还是难逃一死,而玉池公虽然没有韩信那样大的影响力, 但是他的骄纵和放肆已经将他推向了与韩信一样的处境,李世民这是在敲打他,从宫中回到府邸的玉池公,从此以后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而是在家专心修仙练道,秦琼的体力在大唐诸多战将中是数一数二的,就连以骁勇著称的玉池公也曾经被他生情,可见他的武力在玉池公之上,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时,秦琼与长孙顺德等人, 仅仅以八百士兵的力量就将东宫和启王府联合行动的两千精兵完全阻挡,可见他的勇猛与体魄是相当惊人的,但唐太宗李世民精选我们之变,登基之后,秦琼马上就暴病不出,并且一病就是十余年,这很显然是相当不符合逻辑的, 当时的大臣对秦琼宝生病一事产生怀疑,他们认为秦琼是在有意的推诿,但秦琼往往是以自己常年征战,落下了病根这样的理由应对, 无绍长戎马,所经二百余镇,屡重重疮,既无前后出血,亦树虎蚁,安得不病虎, 唐太宗对这位伴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相当在意,他曾经亲自带宫东太医为秦琼看病, 并且在亲眼目睹了太医为秦琼开放抓药之后,才离开秦琼府邸, 自此以后李世民再也没有过问过秦琼的事情,李世民亲自去探望秦琼,体现的是他对秦琼的不信任, 毕竟较之于自己,秦琼和先皇李渊的关系更为亲密,李渊曾经对秦琼说,像你这样勇猛的武将, 我真的愿意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你吃,而秦琼之所以参与到了玄武门之变中, 不过是在诸多势力果侠下的无奈,但凡李渊有一丝一毫的察觉,秦琼宝都不会偏向李世民这边, 玉池公与秦琼宝虽然在民间往往以并列的身份出现, 但他两个人实际上与李世民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较之于秦琼宝, 玉池静德才是真真正正的唐太宗身边的自己人,玉池静德的祸患是源于自身的不检点, 而秦琼宝的祸患则更像是一种原罪, 即便是他从来没有像玉池公那样嚣张跋扈, 也很难完全消除李世民的猜忌之心, 玉池公选择修道这条路,使光明正大的向李世民示弱, 而秦琼只能在暗地里悄悄地打消李世民的疑惑, 称病不出,无疑是最好的方式了, 在林燕阁24宫臣的排位上,我们就能看出两者的差距, 玉池公排在第七位,仍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发泄不满, 而秦琼宝还是沾了太宗皇李渊的光才被排在了最后一位, 玉池公是李世民身边的韩信, 但他差点无法摆脱兔死狗烹的命运, 何况是在李世民心中地位不如玉池公, 但危险系数却大于他的秦琼宝呢, 韩信之死是中国千年以来帝王屠鲁功臣的惯例, 李世民提到了韩信这个人, 就是在向玉池公等人发出最后的信号, 幸运的是, 玉池公和秦淑宝的反应都算快, 一个终日沉溺在修道中, 一个十余年如一日的装病, 最后才逃过一死, 否则, 当年常乐宫内韩信的悲剧, 恐怕又要在唐朝的历史上重演了吧, 帝王兴术的毒辣与无情,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打破这个魔咒, 作为皇帝, 想要令群臣臣服, 必须要先洞察先机, 用人恰当和排列事故, 作为一个上位者, 帝王之术说白了就是驾驭和权衡, 王者不能势必公卿, 要懂得用人, 要调动天下之人才之积极性为己用, 乃王者之大道, 识人, 选人, 良才而用, 也是古今成就王者的关键, 古代的韩信是何其多, 但像张良那样明智的人又有几个呢? 能够做到玉池公, 秦淑宝二人这样后知后觉的, 恐怕也不会有很多吧, 然而至高无上的王者地位与权力欲望, 人皆想要之, 但夺取权力是危险的, 古往今来的兴衰成败和权力的更替变幻, 提醒人们, 面对权力的诱惑, 必须既慎且聚, 必须小心慎重地使用和守护手中的权力, 历史表明, 王者之道, 贵在征服人心为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虚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